近日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同期播出 其中杨子和景百然合作的女心理师 也是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作品 这部剧不仅有甜甜的恋爱 同时也聚焦了现代社会中 大家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品播出之后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剧中两位主演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艺人了 二人在剧中的感情线又甜蜜又搞笑 最近景百然和杨子的一顿CP 竟然还有售后的直播连麦营业 两位艺人都是喜剧感非常强的艺人 一起连麦的效果更是非常搞笑 杨子每一次合作男艺人 总是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 甚至是好哥们 而且这一次也是杨子第二次和景百然合作了 之前二人一起在采访中提到了之前的合作 是一部非常有年代感的作品 杨子提到之后很多网友开始考古 二人当时的表现都非常青涩又可爱 如今再一次的合作依旧是很愉快的 女心理师这部剧中讲述了心理师 对各种不同心理疾病的患者的治疗过程 原本题材会是很压抑的 但是因为景百然和杨子的搞笑演绎 整部剧的效果就非常好 杨子的性格一直都非常开朗的 所以和杨子合作的艺人 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杨子就像是一个开心果 总是能够调节现场的氛围 让身边的人都觉得很快乐 这一次杨子合作的景百然 也是同样很开朗的艺人 二人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契合的艺人了 不仅在戏里面合作的非常默契 二人在直播连麦的时候也非常搞笑 景百然是一位东北艺人 所以本身的性格就非常开朗 但其实景百然出道以来一直都很低调 而且已经很久没有拍摄过新的作品了 二人连麦的过程可以说是大型的相声现场了 互动过程中景百然一直叫杨子妹妹 而杨子也会叫景百然哥哥 不得不说二人真的可以说是一对活宝了 在一起的互动真的太搞笑了 两人这一次的直播绝对是大家的快乐源泉了 在这部剧之前 杨子有很多作品都没能按时播出 如今女心理师顺利播出 而且收视效果还非常不错 期待杨子更多的作品